为了推动白色恐怖历史记忆保存 以及人权教育的推广工作 文化部所属的国家人权博物馆 在今年举办了 跟你跟我走一趟 不亦遗址空间历史推广企划的示范巡回展 临选了十二组青年的创作者 从广告、影视以及教育推广的角度 引领大众来认识不亦遗址的空间历史 而今年在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首展之后 获得民众的好评 而巡回首站目前是在花莲的文创园区登场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由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的 请你跟我走一趟 不亦遗址空间历史推广计划示范巡回展 在鼓励台东生活美学馆协办下 首站选在花莲文创园区展开 不亦已指为威权统治时期 国家已暴力伤害人权的地点 这些空间包含征讯、起诉、审判与执行等历史现场 期盼透过十二组不同领域的创作者 与政治受难者前辈、家属及专家学者 共组知识社群 重现历史现场 让社会大众不要轻易遗忘过去的历史伤痛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面对转型争议这个议题 这个所谓困难的历史怎么延缩 一直是我们这个博物馆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所以我们才会期待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来邀请各种不同的艺术创作者 共同来进行这么重要的议题 就是困难历史如何进行社会对话 这次的展览请你跟我走一趟 它这个意思呢 除了要邀请观众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去认识不意志之外 那请你跟我走一趟这个句子 同时也是当时这些政治受难者 他们生命开始产生很重大转折的一个开端剧 那我们想要借由这句话邀请观众 跟着我们的创作者一起来认识不意意志 我们在展览中可以看到 创作者把不意意志的这个议题 转化为很多不同的形式 包含教具、商品、货币 或者是广告跟影像的创作 那我们希望不意意志的议题 它不只是存在于博物馆 专书或是研究报告之中 而是用更多元的形式 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 国家人权博物馆自民国103年起 展开白色恐怖时机点的调查研究 至今已公开全台45处 请你跟我走一趟 不意意志空间历史推广计划示范巡回展 直接请在华联文创园区展出 暂期至7月10日 每周日至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 6月13日将办理设计思考工作坊 引导学员思考不意意志 与当代社会的关系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脸书粉丝页 华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 完成任何报导